嗯,大概是想问问芒草的事吧 他对那两人的态度也不在意 转过头来笑了笑 你再给大家说说吧 好多数五彩云也知道不是很清楚呢 说说你是怎么知道那东西有毒的 后来又是怎么给公子煮粥的 周玉春好奇地问道 五彩云都清楚呢 他都已经说过了 我就没有必要再说一遍了 林小竹看着门外的脑袋越来越多 一阵的头疼 我只不过是有幸遇上公子 亲自去我们村买人而已 总共跟他也没有说几句话 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哼,看人家林小竹多好 就算公子专门叫人来请 都不得意忘形的 不像有些人 话都还没有跟公子说上呢 就得瑟地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门口站着一个女孩高声道 这话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五彩云从铺位上跳起来 冲着那个背影就大喊 周尔尼,有种你别走 找上是谁想要跟公子说话 结果公子理得没理 我要是你呀 扫得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躲着了 还有脸在这里大声的嚷嚷 这是啥状况 袁天野什么时候招惹了这群女孩子 林小竹眉毛一挑 收到林小竹询问的目光 苏小叔眨了一下眼睛 小声道 早上练功的时候 公子到咱们这边来巡视 五彩云和周尔尼 为了挤到最前面 好让公子看到他们 你踩我的脚 我扯你的衣服 私底下闹了一场 当时没敢作声 练功回来的路上就吵了一架 袁天野那家伙 整个就是一祸水呀 林小竹感慨 大家先从林小竹的嘴里 问不出什么来 她的态度又极好 又问必答 不骄不躁 落落大方的 对她的印象倒是大好 心里生出的一点点嫉妒 也都没有了 问了一会儿也就散了 林小竹忙忙地刚吃过饭 便到了上十字课的时间 学堂就在这个院子里的南边 走十几步就到了 林小竹拉着苏小叔 故意磨磨磨蹭蹭地走在最后 带大家都进了屋 她才拉着苏小叔进去 在剩下的最后一排角落的位置上 坐了下来 苏小叔见大家都进了学堂 而林小竹还在外面磨蹭 她也不催促 也不问为什么 直到林小竹带着她 在那个位置上坐下来 她才极有深意地 看了林小竹一眼 轻声道 为什么 林小竹眨了一下眼 娘庄没有听懂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最后进来 你是想要坐这个位置吗 林小竹大摇齐头 我只是不想跟五彩云 和李灵儿 他们一起进来而已 苏小叔才不相信这个理由呢 那两个人 本就拥有共同的敌人 就是朋友的原则 早已勾搭到一块了 又都是喜欢出风头的性子 是最先进来的 可林小竹却在门口让了无数人 直到大家都进来后才进来 看她那样 似乎就想坐在这个位置 可她没有念过书 更没有经过学堂 怎么知道这屋子里的摆设 是怎样的 又怎么知道 大家都喜欢往前坐 最后剩下这几张暗基呢 这学堂像极了现代的教室 宽敞明亮 最前边居中悬挂着夫子像 两边是对联 画像和对联的下面 放置着一个暗基 一张太师椅 很显然是给夫子做的 下面横竖都是三张长暗基 共九张 可坐十八人 不过这暗基可比现代教室里的桌子 要长很多 也大很多 便于放置文房四宝 大家看着暗上放的笔墨正新鲜着 门外进来了一个六十岁左右 瘦高的老头 满身的清爵之气 这应该就是张夫子了 他的身后还跟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 手里捧着一摞书 估计是给大家学习的教材 果然 让大家站起来行了礼 张夫子又说了一番话后 那男孩就将书发了下来 林小竹正正地看着三字金的三个字 心里的涟漪一波波荡漾开来 他前世出身教师世家 爷爷 父亲 母亲都是教师 这本书 他从四岁的时候就以辈的滚瓜烂熟 没想到 穿越到这儿 他还得将这本书从头学起 他压制着自己不去想父母 知道自己车祸上升后的情形 伸手翻开那本三字经 一页一页地看着里面熟悉的内容 眼泪还是慢慢模糊了双眼 全然没有看见 坐在三尺开外的苏小叔 那诧异的眼神 面对着从来都没有摸过纸笔的女孩们 张夫子极耐心地将前面六个字 交读了几遍 带大家将这六字背了下来 便开始一一教他们写字 林小竹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秘密的人 毕竟前世也算饱读诗书 要在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面前 装什么都不懂的文盲 而不露出破绽 比较有难度 最好的方法就是离他远点 不在他的眼皮下晃悠 再说 每天坐在这里 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 自己本就懂的东西 他不敢保证自己不打瞌睡 还是坐在最远的角落里 比较安全 繁体字他能读会认 但是要写就没有把握 把那六个字的写法记了下来 花了林小竹半竹香不到的功夫 也就是现代的两三分钟 他显得的这个身体极为的聪明 记忆力极佳 凡事过目不忘 越用越让林小竹欣喜不已 见丈夫子还隔得老远 才交到他这儿来 他又无聊地将下面的内容 也逐一细细地看了一遍 一遍之后 这本书上的字 基本上也就懂写了 本来在这样的课堂上 就算不认字 练练字也是极好的 但林小竹前世的爷爷 偏生就是个书法爱好者 从小就抓他练字 虽然不能成为名家 但字写出来 好歹还是不错的 这会儿 他还得装成连笔都不会拿的菜鸟 真不是一般的辛苦 他只恨不得别叫他写字才好 哪里还敢练字 悔恐那人老成精的张夫子 看出端倪来 不过绕是他百般的遮掩 写出来的字 无论是结构还是笔锋 总跟那些初学者 有些不一样 张夫子见了 大大的表扬了一番 直夸他聪明 都没有怀疑别的 让林小竹暗叫侥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